想跟蔡博莎來賓朋友一起看一段畫面 其實在這個五二次當天 來到現場抗議的民眾 對警方有一些不是很禮貌 大家都說態度蠻囂張的 接下來透過這個畫面 就帶大家先來一塊看看 說這邊不要多 自己這麼多多 我等一下就發動 你先接著來 我們來啦 我發 我禮拜五有沒有空場 我禮拜二有沒有空場 我配合警方 警方降罪我 你們說 我不能接受你們 搞黨部的人不在就這樣 剛剛在那邊就說好這兩道 有沒有黨好三道 剛才演藝員我們也是幫他處理 演藝員說好十點三道 現在幾點 你告訴我現在幾點 你們不是要給我輸的空間嗎 我都已經說十點五十分 我們都要輸散人權了 然後你還在跟我講人不夠多 你還在跟我講人不夠多 這樣幹嘛 所以現在這樣 又是現在 你們好好做 我們都不會大聲 好好好 我們現在進下去 我們再次 你們好好處理 我們都不會大聲 拜託你們 好 好 我跟他們好好講 你們都沒有人聽 我只會大聲 那現在請處理 好 我們現在處理好不好 來那個 換我們 拿個頭門的 好 最後就是當時民團要求封路嗆警的畫面曝光了 問一下亮哥 當然這個飄浪島嶼 他直接有說民進黨這個抗爭 打的是萬般心虛 因為你在場中四處宣告不要衝立院 但是來看到賴清德在凌晨時分的PO文 他說呢 國家權力必須要分立制衡 人民基本權不能夠任意侵犯 當然講重話 這個在野黨立委立刻炮轟說你賴清德 現在是正式向國會宣戰了嗎 對我現在就是最怕是 柯建民都要妥協了 結果賴清德又發了一個 鷹派的臉書這樣 他這個人就是情緒不穩定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2024A會不會變成B 我真的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把握 他這個就是 群眾就散掉了就好散了嘛 立法院怎麼運作干你屁事啊 你講那個話幹什麼 你以為藍白沒有群眾啊 人家是 克制自己沒有動員耶 事實上昨天 立將軍就在講啊 退伍軍人協會 四點鐘就到現場啊 被人家勸退啊 而且台中也有人要包車上來啊 都被人家勸阻啊 那民進黨是 我知道余齡就有包車上來啊 怎麼會沒有包車啊 多咧 所以你要 你要國會政治你要搞成群眾拼場 是不是 這笑死人了嘛 就是 你當總統的人耶 行政院長也是你啊 結果你 你這個每次立法院你會輸啊 你就動員群眾來包圍抗議 也不敢衝場 因為衝場我看誰要善了 警政署是你的啊 看誰要來善了 然後蔣萬恩就不要善了 到時候要記得 叫蔣萬恩不要善了 叫你警政署自己來善了 那你佔領立法院很好啊 國民黨立委就去郊遊啊 那預算不要審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知道這個厲害了 所以一定是有人去 去介入42個團體 在禮拜二就有人叫他們說 不要衝場 我聽說還有團體下更嚴格的命令啊 說衝場的就除名 所以是真的就是沒有衝場 那可是有散兵游泳來了怎麼辦 那他要衝場有人會去說不要不要不要 所以你看禮拜二跟禮拜五都沒有衝場嘛 那沒有衝場那你要幹嘛 所以就是在擺陣 這個簡單講就是穿皮鞋穿八年了 球鞋回去帶來跑一跑 就有點這個意思 回憶一下穿草鞋的日子 人家看到您二十萬的標本在那邊 每個人都想要這麼做 我跟你說上去講話還選 每個人還說我是哪個單位 我是某某某 注意啊這個賴清德總統不要忘記喔 二十萬我這裡候選啊 然後幾乎都幾乎都在講抗中寶臺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在講抗中寶臺 抗中寶臺可有雲棒能源的股票啊 好接下來我們要換題 我們接下來要換題討論了 要來談一下這個前總統陳水扁的部分 當然這個在蔡英文卸任之前一度傳出喔 有機會要特赦陳前總統 但是呢後來就沒有了嘛 結果呢陳前總統大爆料 他說呢今年大年初三 總統府確實有找人到台南家裡頭 來轉達總統已經決定要特赦了 但是五月份說要簽一份切結書 而且要把一千萬美元匯回來要認罪 他說他難以接受 因為這些錢不是犯罪所得 也跟扁案完全沒牽連 他說一切都是選舉的結餘款 而且呢他強調自己會為了自己的清白 辯護到最後一口氣寧願死在法庭 問一下這個立將軍 我還真的同情陳水扁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沒有留多少錢啊 他那些錢他女兒已經講得很輕 陳馨宇不是講嗎 他那個錢對不對 不管是用什麼手段拿來的 他都分給人家啦對不對 有多少人拿了他爸爸的錢 陳水扁講的嘛 從蘇貞昌你有沒有拿對不對 這個陳菊你有沒有拿 所以搞不好陳水扁很委屈 他真的是那些選舉款 為了台灣建國那些錢 都那時候這些民進黨 要選的政治人物 他都分給他們 只是怎麼來的 他沒有講清楚而已 但他現在真的身上沒有很多錢 但你們硬要逼人家認罪 我覺得民進黨真的很不夠意思 這第二個我特別要講 陳水扁這到底還有多少人知道 陳水扁這號人物 大概我們這種年紀還知道 你知道這件事已經過了16年了 16年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年出生的人 現在已經16歲了 你說那時候7、8歲的小孩 他怎麼知道陳水扁發生什麼事 對他們來講是一片空白 對不對他只知道 對他們來講的話 陳水扁代表就是一個總統貪污 對現在年輕人來講的話 你看看喔 這個那時候剛開始有投票權的人 如果說剛開始20歲有投票權的人 現在也都30幾歲 那時候最支持阿扁的 肚子扁扁也要支持阿扁 那些人現在來講的話 可能都已經走了好多人 那時候阿伯啊 那些老人家年紀比較大一點 在中南部特別挺阿扁的人 大概都已經走 所以民進黨很清楚了 就是那時候同情陳水扁的 這些老一輩的這種綠色的政治 政治的選民來講的話 其實已經很多人都離開了 現在來的話 現在的選民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現在年輕人他已經不在乎 說你陳水扁到底有貪污沒貪污 要不要特色不特色 對他們來講已經不重要 對他們來講現在重要的是抗中跑台 那如果說再提陳水扁 其實民進黨很會精打計算 他精打計算是什麼 就是說我特色你陳水扁 我到底可以得到多少選票 搞不好我會失去更多的選票 因為年輕人來講的話 陳水扁是等於跟貪污 畫上一個等號 那你如果說是特色陳水扁 對年輕人來講的話 他們可能認為說 我反而會失去更多的選票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們特別要注意到 陳水扁會不會你真是特色他 那民進黨在怕什麼 會不會是怕說陳志瑜 把當初拿他爸爸的人的錢 全部講出來 誰誰誰 我那時候多少錢 你們說我現在有1000萬美金 對不對 在國外 我跟你講我這1000萬美金 這個陳水扁分了多少 誰分了多少 一個一個給你點名出來 那民進黨還混不混了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現在來講 特色也不對 不特色也不對 是假的作用非常非常的為難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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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